早 欢迎收听和收看孩子聆听 今天我们来到路交福音的15章 这一章里面我们看到两个的故事 都是讲到失而复得的故事 第一个在第四到第七节讲到 一百只羊失去了一只羊的比喻 牧羊人把九十九只羊撇在旷野 而去寻找迷失那一只 牧羊人有一百只羊竟然知道失去了一只 可见他认识每一只羊 很快就知道羊走失了 在很多人眼中牧羊人是一个冲动如莽的 因为他放下那九十九只羊部里 去去寻找那一只的羊 依我们来看这样的举动是不划算的举动 可能会损失惨重 因为他为了寻找那一只羊 他有可能让这九十九只羊也不见了 只是不见了一只而已吗 我还想九十九只为什么这么紧张呢 然而耶稣从这故事告诉每一个人 这牧羊人就是神 他愿牺牲他独生儿子 耶稣基督为了能寻找到我们 求我们付上代价 然后第五到第六节说到 找着了却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 回到家里 就请朋友临时来对他们说 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 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 这只失落被寻的羊是独特的 牧羊人付上努力及代价找回他 因此充满适而复得的喜乐 回到家里 就请家人和朋友一起来分享这个喜乐 第二个故事讲到事前的妇人 就是一个妇人有了十块钱 若失落一块 起步点上灯 打扫屋子 细细地找 知道找着吗 找着了 就请朋友临时来对他们说 我失落那块钱已经找着了 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 这夫人很努力找回这一块钱 平日很少点灯的日子 都点着灯 打扫屋子 努力去找的每一处 找到钱过后 也以人来分享 这里我们看两个共同点是 不见了 然后被找回来了 并且在找的过程 也花上了一些的时间 原来是一个罪人得救 一点都不简单 今天我们要传福音 就必须付上代价和努力 一次未必能找到 就好像这个牧羊人 他去找那迷失的羊一样 他必须走过许多的高山地谷 甚至还是想 到底什么时候 这个羊是不见的呢 还是花上时间去寻找 此外 这两个失落 不只是眼前的失落学会 还有天上的使者们 都为他们欢喜快乐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上帝认识我们每一个人 选择你身边的朋友 其实神都知道 在我们身边还没有相信 耶稣的人 就是那一个迷失的羊 那不见一块钱 今天你的钱不见了 你会不会很紧张 但是我们家人 我们朋友 还没有信主了 我们会不会比不见钱更紧张呢 如果你是很紧张 你不见东西的话 同样的 这一些人 在上帝眼中 耶稣也很紧张 因为他们还不相信 和认识神 这个月是传福的一个月 好吧 我们抓紧机会 把那个迷失的 还不认识神的 花上时间 代价 带到上帝的面前 因为我们知道 将这个人 回到我们的当中 这个人听见福音 我告诉你 天君天使都要欢呼 都要拍手 都要高声歌唱 因为上帝告诉我们 教会存在的目的 就是为那些 还没在我们当中的人 愿神赐福 听他话语的人